Hello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一只兔子的画法 首先我们用小号的笔 用咱们的这只梦星河,然后占取笼墨 我们来先画兔子的眼睛 画眼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 可以上面画的稍微的圆一点 下面这个部分可以稍微的再方一点 总之呢,画的时候稍微的放松一点 然后再点里面的眼睛 眼睛的时候要像这样 通过两笔点出来,中间留一点点高光的位置 好,接下来我们再用淡末 用淡末来给他的眼睛进行染一下色 稍微的戴一戴 染色的时候要注意 也要把这个高光的位置给他留出来 好,画完眼睛之后呢 我们接着再沾一点点稍浓的墨汁 把眼睛周围的毛发给他画出来 离眼睛呢,可以稍微的来一点点这样的距离 不要直接挨着靠着眼睛 因为咱们用的这个呢,是深圈指 你如果靠着眼睛的话 它很容易沁到眼睛里面去 那我们先离眼睛稍微带一点距离 然后呢,再慢慢的轻轻的往里稍微填一填 把这些空隙啊,把它稍微填一填就可以 好,这样画出来之后呢 接着我们来比肩蹭一点点烧浓的墨汁 那我们画一下它的耳朵 耳朵的这里的用笔呢 要注意稍微的干脆裹断一点 戴一下就行了 好,然后呢,我们直接用这个大墨 稍微淡一点的墨汁 好,我们直接顺着它这个头部的形状 顺着头部的形状 可以把这个,把它的这个嘴巴 把它的嘴巴额头都给它戴出来 然后到这一块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直接顺带着就把这些小胡须 那一边的这种小胡须 就给它画掉 然后顺带着扫一扫 把这嘴巴下面的这个毛发 和这个胡须啊,稍微来一点点区别 好,然后呢,我们这边也是顺着它的 这个头部的这个形 圆形,圆形,把它的身体画出来 画的时候我们稍微放松一点啊 画的时候不要太拘谨 接着画它的背部 画背部的时候呢,水分就可以稍微的多一点 画到这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手 它的前脚,可以稍微的交代一下 散风扫出一些毛发 我们国画是有一些详细录播教程的 如果大家有需要的,可以给我发消息领取 好,紧接着呢,我们用珠砂或者是珠标 先调一点水,笔尖呢,秤一点点珠砂,加珠标 然后把耳朵上的这种颜色的渐变 给它扫出来 接下来我们画它的后腿 用侧风,然后呢,带 侧风往后面刮 然后带出这样线条粗细变化的效果 接着呢,再画后面的腿 后面的腿呢,可以稍微比前面的腿稍小一点 顺势呢,把下面的毛可以春两笔 最后呢,我一般的用散风也是这样圈出来 好,接着我们再用小笔 沾一点珠砂或者是珠标 颜色呢,要淡一点点 可以把它的这个鼻子这一块给它染一染 好,接下来我们还可以用烧浓一点的墨汁 把它腿部的这个形给它确定一下 有喜欢国画的朋友呢 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有时间呢,可以跟着一起学一学 小红书